苏炳天夺今后好事连连,霍体坛传奇点名称赞,新工作也正式敲定北京时间8月26日,苏炳天在亚加达彭加诺体育场多得了他个人第一枚大赛金牌,9秒92的成绩成了中国速度的代言,不过苏炳天赛后说,这不是他最好的状态,的确从起跑反应时间来看,他的0.143的起跑反应时间只排在第三位。 这块亚运会金牌让苏炳天打破了大赛部夺冠的魔咒,也让他好事连连,不仅收获体坛传奇科比的点名称赞,新工作也正式敲定8月27日,苏炳天的夺冠消息传遍了世界体坛,当然也包括体坛传奇人物NBA篮球超级明星科比,科比看到消息后,点名称赞了苏炳天,他写道, Speed belongs to everyone who works hard, to gain an extra 0.01 second submission, Chinese sprinter 所属于每个奋力拼搏进步 0.01秒的人,苏炳天,中国短跑现象,在动态的最后,科比还爱了苏炳天,面对科比的点名称赞,苏炳天表现得很谦逊,他回复道, 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, just like you,respect to the legend 记录注定是要被打破的,就像你,致敬传奇,回复不悲不亢,恰到好处, 网友们评论道,苏炳天,你真的太优秀了,不仅跑得快,英文还这么好,事实上,苏炳天夺今后还迎来了另一件好事,新工作正式敲定,同样是在8月27日,苏炳天正式确认,了和某汽车厂商的合作,苏炳天表示, 这已经是我和斯某达第二次携手同行了,我觉得与一个品牌能有这样持续深厚的关系非常难得,必须要互相认同,价值观相符才可以, 这个品牌的发展和我的个人经历非常相似,从楚出茅庐,到被大家称为亚洲飞人,除了日常的努力训练,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不断进取的态度,其实在苏炳天辉煌的背后,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,在田径跑步比赛中,身高腿长被看作是天赋的象征, 比如闪电博尔特身高195厘米,飞人刘翔身高189厘米,但苏炳天的身高却只有172厘米,也正是因为身材矮小, 苏炳天在初中时整整两年没有机会参赛,而且体效的男教练见他身材太矮,断定苏炳天将来没有发展空间, 但如今苏炳天成了中国速度的代言人,不得不承认,苏炳天真是个立志的传奇。